檢查上戒備森嚴 民眾行進必須打開後車廂接受檢查 這不是軍方或海巡單位 而是花蓮領館處 將在華人海堤南側設置臨時檢查站 即日起到二十三號 花蓮縣居民都可徒手檢食 沿海漂流木 不過有民眾認為只剩下少數木材 開放檢食 加上進行護灘作業 很多林木早已經被大型機具壓壞 民眾認為現場只有碎木可以檢食 阿美族公一家也大吐苦水 認為法定開放時間 優良木種早已被公部門單位拿光 現在開放檢食認為沒有多大意義 開放的這個時間 我覺得已經太晚了 因為經過海風跟天氣的 這樣長時間的曝曬 其實使用價值已經很少了 那個只能當一些柴火的使用 但是像我們做一些做創作的 那我們希望是找到比較完整的 比較漂亮的木頭 那樣的木頭大概往往都是在颱風過後 沒有幾天的情緒之下 可以找得到這樣的一個木頭 對於民眾質疑 林管處解釋 美濟颱風只帶來零散漂流木 為鼓勵在地民眾多加利用漂流木 進行藝術創作 或作為家用燃料才會開放檢食 至於較大型林木區域目前還未開放 我們從十月十七號 然後到十月二十三號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 開放民眾以徒手檢食為原則 那我們是希望是說我們民眾檢食完以後要隨身攜帶身份證 去我們有一個臨時檢查上那邊去登記 然後才能安心的把木頭帶回家 許多民眾雖然還是會前來檢食漂流木 當作家裡用的柴火 只是珍貴林木全被工部門打撈完 加上又設置臨時檢查站 等於根本無法檢食到較有價值的林木 特別對於藝術家或是希望進行部落造景等工作 認為工部門開放檢食漂流木 比較像是幫忙淨灘而已 記者綜合報導